駐美代表蕭美琴 今天到立法院拜委會 也報告了臺美的各項議題 對於美國眾議院 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 是否會訪臺 蕭美琴則是表示 駐美代表處後續會做最適當的安排 民建黨團總召柯建民 送上玫瑰花跟卡片 駐美代表蕭美琴反臺數值 十三號到立院拜會 民進黨團熱情歡迎 也準備蕭美琴擔任立委時 最懷念的燒餅 雖然立院還沒開議 但是外交國防委員會 招委王定宇邀請蕭美琴 跟朝野立委查詢 就臺美議題交換意見 外界關注美國眾議院新成立的 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 訪臺的議題 以及總統蔡英文是否會訪問美國 蕭美琴表示都會做適當安排 大家非常關心臺灣也非常支持臺灣 那我們駐美代表處後續會再針對 這個各個議員 他們想要來臺灣的興趣 來做適當的安排 閉門查詢進行約半小時在黨由國民黨立委 江啟成 民眾黨立委邱成遠代表出席 關注武器採購臺美經貿等議題 也希望蕭美琴有機會可以到立院正式報告 他說在二十一世紀貿易 創意這部分會作為他的重點 那也提到避免雙重瞌睡也是他的重點 希望蕭代表可以把這個我們中華民國 臺灣國會不同黨派的一個意見帶回美國 蕭美琴十三號晚間就將反美 對於媒體關切的二零二四副首搭檔議題 蕭美琴強調此堂回臺是公務交換意見 其他的則沒有回應 記者還有謝奇文 台北報導